大家好 我们在养这个茶花小苗的时候啊 它从小苗到成年苗了啊 这个阶段呢 我们在浇水的时候呢 不能够一成不变 不能够一直干透焦透 也不能够一直见干见湿 那么我们从茶花小苗开始到他成年苗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给茶花浇水呢 首先呢 是正在培育这个茶花小苗了 我们要适当的多角水 然后呢 保证土壤的这个湿润程度 这样呢 可以有效的促进它的营养生长 让你这个小苗啊 能够长出更多的分支和新支出来 那么等养了一到两年左右之后 学这个茶花的长大呀 它的根系呢 也多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要改变浇水方式 我们浇水的要做到见干见湿 什么是见干见湿呢 就是等到土壤表层了 大概有两三公分左右 已经干了 我们再来浇水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见干见湿呢 因为这个时候啊 它的根系多了 那么它的毛细根也非常多 如果盆土长期处于湿润状态 特别容易烂根 所以呢 我们要做到这种见干见湿的浇水原则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个就是 等到你的这个茶花小苗已经长成一棵成年苗的时候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想要让它开花 这个时候浇水呢 就要做到干透浇透 干透浇透呢 是为了抑制它的营养生长 让它转化为这个生殖生长 这样呢 就有利于它分化花芽和开花 所以呢 我们在养这个茶花小苗的时候 大家浇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浇水方式不要一成不变 我们要根据茶花它不同的一个生长阶段 和对水分的一个需求 我们再来判断如何给它正确浇水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